蓝色丝绒套装搭配淡蓝色长裙 衬出百里透红的肌肤 蕾丝内衬搭上蓝色束腰长裙 优雅中又不失俏皮可爱 一条鹅黄色泡泡绣长裙 在戴蓝色外套退去后 显得格外亮眼清新 女孩玛丽安因为家中变故 投靠了纽约的贵族姑姑 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贵族小姐 开始了贵族圈里纸醉精迷的生活 也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故事以19世纪上半叶的 美国工业化时代为背景 1882年 年轻的玛丽安在父亲的离世后 成为了孤儿 而生前挥霍无度的父亲 不仅变卖了家中的房产 甚至只给玛丽安留下30美金的遗产 无奈的玛丽安 只好写信投靠住在纽约的两位姑妈 在得到回复后打包行李出发 然而从未出过远门的玛丽安 刚到火车站就遇到了高级爬手 两人洋装打架撞倒了玛丽安 趁机偷走了她的钱包 当玛丽安发现后 小偷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的火车票和全部积蓄也就这样没了 上不了火车的玛丽安急得在原地哭泣 这是一位黑人女孩向她伸出了援手 在佩基的帮助下 玛丽安坐上了全是黑人的下等车厢 然而两人刚刚抵达纽约 佩基前往布鲁克林的轮动 却因为天气原因停运了 玛丽安为了感谢佩基的慷慨相助 将她带上了姑妈派来接自己的马车 决定带她到姑妈家借助一晚 在大雨滂沱的夜晚 玛丽安历经周折终于见到了她的两位姑姑 大姑姑艾格与二姑姑艾达 听闻玛丽安一路过来的坎坷 姑姑们也十分感激帮助她的佩基 同意了她的留所 但艾格姑妈却有一个要求 那便是需要佩基留下她父母家的地址 以备不时之需 当佩基把写完的地址交给艾格姑妈时 娟秀的字迹瞬间吸引了她的注意 由此也可以看出佩基受过良好的教育 安置好佩基后 姑姑们终于能够好好和玛丽安聊聊 两位姑姑虽然是亲姐妹 但性格却是大相径庭 艾格姑妈地位尊贵古板刻薄 艾达姑妈心地善良终身未嫁 艾格姑妈从王夫手中继承了巨额遗产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归她所有 所有人自然也要遵循她的原则与规矩 当玛丽安提出未来的规划 想要找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时 立马被艾格姑妈阻止 只因在姑妈眼中身为贵族的他们 是根本不需要工作的 这时艾达姑妈帮忙打圆场 表示玛丽安可以去做一些慈善工作 也能够与其他的贵族名媛们相结识 在艾格姑妈看来 老贵族们早在独立战争之前 就确立了领导地位 而现如今却被一些新人来搅局 玛丽安表示自己出来乍倒 或许也是艾格姑妈口中的新人 但姑妈却纠正她 她的母亲也就是玛丽安的祖母 是利文斯顿庄园家族的成员 从1674年就定居在纽约 身为老贵族的艾格姑妈 对有钱的爆发户最是不屑一顾 而住在街对面的罗素一家 则是首当其冲 女孩正看着对面的帅哥出神 结果这时 玛丽安万分感谢男子帮自己就回爱群 一番交流后才知道 对方正是对面豪宅罗素家的大儿子拉瑞 罗素一家刚刚搬来东 六十一街不久 男主人罗素先生 是如今全城最富有的铁路开发商 买下富人区最大的豪宅 在罗素夫人的亲自指挥下装修的极度奢华 然而在他们搬进来的这天 却没有一个邻居登门道喜 只因在这群传统老贵族的眼中 他们不过是一时得失的爆发户 与他们交往也会有失格调 但罗素夫人却非常想融入贵族圈 洗掉他们身上爆发户的标签 彻底地改变他们的阶级 这天罗素夫人终于收到了第一份邀请函 贵族太太们举办了一场慈善晚宴 于是她盛装打扮 带着女儿一起出发 来到名媛贵妇们云集的宴会 罗素夫人上前向晚宴的主人介绍自己 太太们客套地敷衍着罗素夫人 她根本想不到 慈善晚宴邀请她过来 只是为了想让她多捐点钱 还以为自己已经渐渐融入了他们的圈子 于是罗素夫人设下一场晚宴 为了表示尊重 还亲自登门一家一户地送上请帖 并准备了两百人份的龙虾与大餐 佣人们在门口铺上红毯近带宾客的到来 住在对面的玛丽安看着此番场景 十分想参加今天的晚宴 但苦于姑妈们虽然收到了请帖 却并不打算出席 身为传统老贵族的爱格姑妈固执几件 绝不结交心贵 也明令禁止妹妹与玛丽安参加晚宴 而当晚的情景也正如爱格姑妈所料 到场的人寥寥无几 隆重的晚宴却十分冷清 见此情形 玛丽安还是决定背着姑姑去一趟 在庸人的带领下来到宴会大厅 罗素夫人立马迎上来 却没有看到姑姑们的身影 玛丽安只好解释姑姑们有事无法脱身 但罗素夫人还是难免有些不高兴 随后就把玛丽安交给了儿子拉瑞 玛丽安和拉瑞 还有罗素家的小女儿格莱蒂 三人年纪相仿也聊得十分投机 但双方的家族 似乎并不允许他们成为好友 此时负责慈善组织事宜的芬恩夫人到达现场 她是贵族太太圈唯一的道场人 罗素夫人上前迎接 却发现对方只是过来确认罗素夫人的捐款意向 并且为了避免被别人发现 只待几分钟就要走 此话一出让罗素夫人彻底恼火了 罗素夫人决绝地下了逐客令 她想不明白明明自己放低姿态百般讨好 却为何要被这帮傲慢的贵族排挤在外 一大桌子山珍海味几乎原封不动 她只能吩咐管家 明天一早把这些全部拿给街上的流浪汉 精心准备的晚宴最后半的一塌糊涂 罗素夫人却只能在深夜偷偷哭泣 疼爱她的丈夫也不忍见她受到如此委屈 看看爆发户是如何宠气的 当贵族太太们排挤她的夫人时 罗素先生便要帮夫人出一口恶气 她来到一个慈善意卖的摊位前 直接掏出100美金 买下了摊位上本身价值30美金的物品 只有一个条件 那便是要在一个小时之内 将这些意卖物品移置她位于第五大道的豪宅中 就在所有人都对此十分疑惑时 罗素先生又来到下一个摊位顾忌重施 原本计划三天的意卖活动 眼看就要在30分钟内结束了 负责人立刻找到罗素夫人 请她去停止罗素先生的这场闹举 很快罗素先生收购了所有的摊位 让妻子赚足了面子 随后便带着妻子高调的离场 罗素先生之所以这么做 全是因为这些贵族太太 竟合伙欺负她的妻子 罗素一家刚刚搬来妇人区 虽然她们富可敌国 却并未得到老派贵族们的认可 罗素太太想要借这次慈善活动的机会 成功地融入贵族太太圈 但贵族太太们却对爆发户一家十分排斥 初来乍到的玛丽安十分不解 难道慈善活动最重要的不是筹集善款吗 而罗素先生无疑是一位宠妻狂魔 为了帮妻子实现愿望 他主动去结识了慈善活动负责人的丈夫 莫里斯先生邀请他与他的妻子到家中享用晚餐 于是罗素夫人便有机会 向莫里斯夫人聊起关于慈善活动的事情 得知他们打算将慈善义脉 放在一个私人建造的军械库举行 罗素夫人立马表示 自己的宴会厅可以免费提供给义脉使用 随即便带着大家去参观豪华的宴会厅 此时罗素先生也带着莫里斯先生 来到一旁的会客室私聊 莫里斯是一位议员 罗素想通过他打通政府的关系 通过自己修建火车站的提案 他给出了非常丰厚的条件 让议员们可以购入他们公司的股票 只要修建火车站的事情敲定 那么公司的股票便会翻倍增长 莫里斯对此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然而军械库没能弹下来 莫里斯夫人却放弃了罗素夫人的方案 宁愿花钱在饭店里举办意卖 在报纸上得知消息的罗素夫人 气得一把先放了早餐 所以罗素先生才带着妻子来到现场 用钱买下所有摊位 让贵族太太们引以为傲的慈善活动早早结束 然而霸道总裁的这一高调行为 也为自己带来了不好的后果 此前议员们放出了一点修建火车站的风声 使得罗素公司的股票大涨 让他们赚了不少钱 此刻莫里斯却想要过河拆桥 用法案作为推辞拒绝了罗素修建火车站的提案 这也会导致公司的股票暴跌 而他们还打算在此时再次购入股票 彻底将罗素击垮 但他们的确小瞧了罗素先生 富可敌国的他 决定拿出所有的钱回购自己的股票 罗素赌上了所有家当 跟议员们对着干 这让本想要操纵股票的莫里斯赔空了家产 只好再次回到乔治面前 不惜下跪向他求情 我们已经失败了足够让我们的败 拜托 结束 我不会说我感到无疼 拜光了全部家产的莫里斯走投无路 回到家后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另一边的罗素一家则在举备庆祝 关于火车站的提案 他已经有了新的落定方案 贵族小姐来到黑人区 上门拜访在家中工作的黑人女孩 可屹立在眼前的却是一栋豪宅 给她开门的是一位女佣 这一切都让玛丽安十分困惑 直到看到佩基的父母 她才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 而佩基一家人 也对玛丽安的不请自来十分不解 正常去别人家中拜访需要提前提上拜帖 但佩基的母亲还是出于礼貌 热情地欢迎了玛丽安 看到她手中提的袋子 大家都明白这是她带来的礼物 可打开一看却是一袋就鞋子 玛丽安的自以为是 让在场的众人都十分尴尬 她通过刻板印象认定佩基加条件监管 带来了她认为用得上的二手鞋子 殊不知佩基虽是黑人但家境却并不比她差 眼见玛丽安实在无法自言其说 佩基立马带着她离开了 出来以后她责备玛丽安不应该这么冒失登门 玛丽安与佩基大约相识于一个月前 在车站丢了钱包和车票的玛丽安 在佩基的帮助下坐上火车 成功投奔在纽约的贵族姑妈 而佩基也因为写得一首好字 被爱格姑妈认可 将她留下做自己的私人秘书 帮她回复每日繁琐的信件 佩基并未袒露自己的家庭情况 也不愿回到家中为父亲工作 只因此刻的她有自己想要追求的梦想 但却因为她的肤色与别人的既定印象 让她追求梦想的道路比旁人更加艰难 佩基热爱写作并且极具天赋 寄给出版社的小说也收到了要与她面谈的回复 然而当她充满期待地来到出版社时 当助理看到佩基的肤色后 便开始找各种理由推脱 但佩基却不愿放弃尽在咫尺的机会 她坚持留下来继续等待 直到黄昏时分所有人都离开 出版社社长才终于接见了佩基 然而当她坐下来 被问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 虽然她的小说被社长看中 却还是因为她的肤色受到不该有的质疑 在肯定了佩基的文采后 社长想从小说的第一篇章开始连载刊登 但也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 最主要的便是要将小说的主人公 从一个黑人女孩改为白人 不仅如此 社长还希望彻底满下佩基这本小说的版权 让她签署承诺 不再公开表明她是该书的作者 这些霸王条款属实让佩基不适 虽然这是佩基非常喜欢的出版社 但她却不想忍受这样不公平的待遇 她也没有就此放弃 继续向更多的出版社投稿 终于收到了一家黑人出版社的回信 在这里她可以放下所有的束缚 被看到的只有她闪闪发光的才华 玛丽安一直为上次自己的鲁莽行为愧疚不理 看到佩基的作品终于登报 她发自内心地为朋友开心 也真诚地为自己的冒犯向佩基道歉 佩基自然也知道玛丽安是出于好意 只是用错了方式 于是也大方地选择了原谅 为了给女孩争取一个好的婚姻 慷慨大方的姑妈 不停地为她置办新裙子 带她去参加名媛们的聚会 欣赏歌剧增长见识 为她物色合适的人选 这天住在对面的拉瑞 在表哥的带领下来到姑妈家中拜访 然而作为爆发户的儿子 拉瑞并不受爱哥姑妈的待见 但玛丽安却与她十分投缘 姑妈带着审视的眼光 将两人的亲密看在了眼里 不久后曾经帮忙处理 玛丽安父亲遗产问题的律师 也来到家中拜访 瑞克斯表示之后也准备在纽约发展 为此玛丽安也十分开心 见两人聊得十分投机 艾达姑妈认为 瑞克斯是个不错的人选 但很快这个念头 就被爱哥姑妈打破 还为婚配的艾达姑妈保留着一丝天真 她认为为了钱结婚并不能保证幸福 艾格姑妈阅历丰富见识也明白 事实证明 她看人的眼光的确要比艾达姑妈独了许多 在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上 艾达姑妈与曾经的旧相识重逢 艾卡德主动上前找到艾达寒暄 表示自己到此 就是为了要与艾达重温旧日永逸 两人当年就是因为父母的拆散 才未能修成正果 一旁的玛丽安听得十分兴奋 便邀请艾卡德先生改变到家中做客 结果在艾卡德先生登门拜访这天 玛丽安却不巧偷偷出门约会了 不同于艾达的态度 艾格一开始就对艾卡德没有好脸色 随后便支走了艾达 让他去吩咐佣人准备三人份的差点 只留下艾卡德与他开门见山 艾卡德此刻还是坚持表示 自己对艾达是真心而非看重其他 直到艾格揭穿当年的真相 原来当年父亲不同意二人的婚事 并不是嫌弃艾卡德没有前途 而是因为听见在他酒吧大肆炫耀 自己即将取尽一张长期饭票 艾达对此不明所以 而艾格也并未将此事戳穿 不想让妹妹无味地难过 可见艾格姑妈作为一个睿智的大家长 一直都在为家人们默默付出 而另一边 被瑞克斯约到公园散步的玛丽安 也渐渐陷入了男人的花言巧语 见面第三次 瑞克斯就向玛丽安求婚了 而玛丽安还单纯地以为自己遇到了爱情 她知道姑姑不会同意他们的感情 便准备偷偷与瑞克斯在一起 此时罗素先生想要修建火车站的计划还在继续 于是她找到另一位议员芬恩先生 如果法案通过 她可以补弃芬恩先生这次股票的亏损 但她的条件便是要芬恩夫人带着罗素夫人 进入贵族太太圈 女人身穿一袭华丽红裙 缓缓走下楼梯 雍容华贵的模样惊艳了众人 随后女仆为她披上一件 暗红色的重工披风 让她低调又不是奢华 罗素夫人在丈夫的一系列宠妻操作下 成功得到了芬恩夫人的帮助 她专门为罗素夫人 定制了一套融入上流社会的计划 位于贵族太太圈食物链顶端的 是阿斯特夫人 也将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但阿斯特夫人却不是随便能见的 芬恩夫人此时提出了另一个名字 沃德·麦卡利斯特 她算得上是阿斯特夫人的左右手 帮助她管理整顿社交圈 而要见到这个沃德也有一定的门槛 芬恩夫人首先邀请罗素夫人 一同去听音乐会 音乐会现场的等级区分也十分明显 散座票好买 但是包厢却只能贵族才能拥有 就连富可敌国的罗素一家 也只能蹭坐在芬恩家的包厢里 期间芬恩夫人不停地为罗素夫人引荐 而坐在一旁的玛丽安 却在此时看到了坐在隔壁包厢的男友 很快瑞克斯便过来打招呼 也因此与罗素芬恩两位太太结实 瑞克斯告诉玛丽安 自己是跟一位有钱的贵族太太来的 她知道玛丽安的姑姑会看不起她的出身 所以她只好力争上游 努力结识权贵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玛丽安 简单聊了几句后 瑞克斯又被贵族太太叫回了包厢 而看着瑞克斯从岌岌无名 到现在游刃有余的模样 玛丽安不免还是有些惊讶 在上流社会路过脸后 芬恩夫人便准备在自己家中设午宴 邀请沃德先生参加 在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 罗素太太开心地跟丈夫分享这个好消息 感觉自己距离上流社会又更近了一步 午宴当天 沃德先生在众人的等待下压轴登场 芬恩夫人安排罗素夫人坐在沃德先生对面 更方便与两人用餐食交谈 沃德先生聊起了对罗素家豪宅的兴趣 罗素夫人也不遗余力地奉承讨好 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与沃德先生结识后 芬恩夫人又带着罗素夫人 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募捐活动 上流社会的人总是要参加一些慈善活动 来打响民生体现地位 然而在这里 罗素夫人却撞见了视她为仇敌的莫斯里夫人 不久前 莫里斯先生摆了罗素先生一道 最后却自食其果丢了性命 成了寡妇的莫里斯太太 对罗素一家的恨意更甚 更是不同意她们进入上流社会 但无奈罗素夫人捐的实在太多了 大家都为她的慷慨献上了热烈的掌声 在之后成员的会议上 芬恩夫人提议让罗素夫人也出席参加 但莫里斯夫人第一个站住来反对 在举手表决的环节 也只有三人投票赞成 这时红十字会会长站出来 看着罗素夫人得偿所愿 气得莫里斯夫人当场离开 罗素夫人也正在一步步靠近她的目标 贵族的餐桌礼仪有多严谨 老管家只用一眼 就看出了餐具摆放的问题 吃甜品的池与叉不应该摆在盘子上方 而应该放在两旁 吃水果的刀叉 应该等用餐后 上水果盘石在一起上 餐桌上通常不会使用彩色的酒杯 而且根据英式礼仪 酒杯应该摆成四角而非放成一排 作为服务上流贵族的老管家 一直坚持用英式的餐桌礼仪 而爆发户罗素一家并不懂这些 餐具的摆放以及菜品的安排都十分随意 这也能看出新旧贵族之间 的确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异 不久前 老管家一不小心弄丢了爱达姑妈的爱犬 被住在对面罗素家的小女儿捡到 罗素太太看到后 一眼就认出这是对面邻居家的狗 但她却没有直接将狗还回去 而是写封信告知住在对面的邻居 爱达姑妈得知爱犬平安无恙十分开心 但爱格姑妈却认为 罗素夫人写这封信另有一图 爱格姑妈作为固执的老派贵族 最是反感爆发户罗素一家 为了避免与罗素夫人产生交集 她让管家上门去把狗狗接回来 而老管家此行不仅参观了豪宅 还与罗素家的管家 探讨了关于英式的餐桌礼仪 而这些也正好被罗素太太听见 她正打算宴请上流社会的守门人 沃德先生到府上用餐 她深知自家的管家 很难胜任这次招待客人的礼仪 如此重要的场合 她也不希望出现任何差错 于是便想邀请爱格姑妈家的老管家 过来帮忙 老管家自知两家不合 主人对此事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是罗素太太希望能用一百美元解决问题 回去的路上老管家非常开心 毕竟罗素夫人给的是真的多 而她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 便是要找女主人请假并编个理由外出 她借口自己有些问题要去咨询律师 爱格姑妈虽然知道老管家有所隐瞒 但还是同意了对方的请假 到了设宴当天 老管家趁着四下没人注意 转头就溜进了罗素家中 简阅眼前一排一桌整齐的侍从 随后还将罗素家的管家叫进队伍中 开始了她的指挥工作 这无疑也惹怒了罗素家的管家 不久后前来赴宴的马丽安 却意外在此撞见了自家老管家的身影 老管家心虚地向小姐解释 马丽安也很快明白了一切 但她并未指责老管家 还表示会帮她保守这个秘密 随着宴请对象沃德先生到达 这场隆重的宴会也即将正式开始 而就在此时 一封匿名举报信却送到了爱格姑妈手中 首富家的宴会究竟有多精致奢华 餐桌中央有三盏水晶灯装饰 用封信紫与丁香花作为点缀 高贵中又不是清新 每个餐盘内都放着精美的伴手里 每位对应的客人打开都能得到惊喜 女士们的礼物是一把精美的折扇 男士们的礼物是一个黄金色烟河 罗素一家虽然是全城首富 但在老贵族们的眼中 他们却是俗不可耐的爆发火 于是罗素太太为了融入贵族圈 百般奉承讨好上流社会的守门人 沃德先生 为了办好这场宴会 甚至高薪请来了对面邻居家 英国籍的老管家前来坐镇 而老贵族爱格在收到一封匿名信后 终于得知了管家的背叛 爱格姑妈怒气冲冲地直接穿过马路 暗响了罗素家的门铃 第一次登门的她 还是被眼前如宫殿般奢华的豪宅所震撼 随即在管家的来临下 爱格姑妈来到餐厅 女主人的突然出现把老管家吓了一跳 而正在用餐的众人 对爱格姑妈的到来也十分惊讶 毕竟此前她从未回应过罗素家的邀请 作为老前的她一直都不认可罗素一家 此时所有男士纷纷起立 罗素先生邀请她一起用餐 玛丽安也赶紧帮姑妈的冒事行为找台阶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看她要不要下这个台阶 空气在此刻仿佛都凝固了 剑把弩张的形势渐渐消散 爱格姑妈也在警告了老管家后转身离去 老管家只能瑟瑟发抖 想着回去跟女主人好好解释 结果爱格姑妈此刻却因为有了更大的烦恼 而不暇顾及老管家的过失 原来是侍女今天撞见 爱格姑妈的儿子与罗素家的侍女交往甚密 姑妈怀疑一向风流的儿子竟开始饥不择食 虽然儿子坚决否认 但两人还是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气得姑妈让玛丽安去找罗素夫人 让她开除掉她身边不检点的侍女 但为了守住名声 玛丽安无法说出要解雇侍女的真正理由 只说她举止轻浮被人撞见 罗素夫人本还不相信 直到亲眼撞到她勾搭自己的儿子 这才毫不犹豫地解雇了侍女 不久后爱格姑妈也收到了罗素夫人的信 妹妹表示既然对方按照她的请求做了 她便应该回信表示感谢 傲娇的姑妈只好吩咐秘书 罗素夫人一边努力地融入上流社会 一边也对自己的女儿格莱蒂严加管教 不允许她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用各种方式劝退她身边追求她的男孩 抬高女儿的身价为她筛选出完美的对象 这天儿子拉瑞表示 她想带妹妹一起去参加网偶派对 原本不同意的罗素夫人 听闻阿斯特夫人的女儿也会出席立马同意了 而在网偶派对上 两个被母亲严加管教失去自由的女孩 也成功相识并成为了朋友 格莱蒂还会邀请阿斯特小姐到家中做客 这也正好如了罗素夫人的意 而在阿斯特小姐的助力下 罗素夫人终于答应要为女儿举办出规舞会 只因阿斯特小姐提议一起在舞会上跳芳舞 她也能够借此机会邀请家长到府上观赏 到时候阿斯特夫人自然就会大驾光临 此时罗素先生的火车站即将竣工 为了让火车站更具纪念意义 他决定要与一项还未普及的科技成果一起展示给世人 电闸被打开的一瞬间 大楼开始一层一层被灯光点亮 现场每个人的脸上 震惊喜悦的神情也变得十分清晰 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点灯 也是爱迪生研究改进的电灯泡 第一次投入商用的日子 为了迎接这场盛大的开灯仪式 不论是上流社会还是普通民众都满怀期待 由于仪式在户外举行 罗素夫人便想趁此机会邀请沃德先生 参加一场别出心裁的马车观礼 由于罗素先生受到爱迪生的邀请不能与他们一起 罗素夫人又邀请了分恩夫妇和一位贵族小姐 只剩下一个名额且缺少一位男士 于是罗素夫人找到玛丽安 想邀请他的男友瑞克斯参加这次活动 玛丽安自然为男友能够出席这样的社交场合开心 只可惜他自己没有了名额 9月4日的点灯仪式当天 珍珠接人山人海 众人都纷纷前来见证着历史性的时刻 有钱人则特意准备了马车观礼 足以彰显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 填补空缺男兵之位的瑞克斯 此时和那位单身的贵族小姐聊得十分火热 期间贵族小姐还邀请瑞克斯 去她家位于纽波特的别墅度假 一旁的分恩夫人察觉出了不对 作为玛丽安的好朋友 也觉得她男友瑞克斯的行为有些不妥 只可怜被留在家中的玛丽安此时毫不知情 在万众的瞩目与期待下 罗素先生与爱迪生一同登上舞台 宠爱妻子的罗素一来就在寻找妻子的身影 罗素夫人也为丈夫的成就骄傲不已 在爱迪生与众人挥手之意后 全场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 渐渐被点亮的大楼是位于珍珠街的发电站 它也被称为世界最早的发电站 使电力第一次真正在人类生活中投入实用 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面貌 点灯仪式与火车站的节目圆满完成 但罗素先生却迎来一场大危机 公司修建的其中一条铁路出了事故 目前已有三人死亡 还有几十人重伤 罗素先生立马做出应对方案 他很清楚一场严重的事故如果处理不好 将会毁掉他辛苦经营的公司 于是让妻子马上联系红氏字会的负责人过去救援 夫妇二人也连夜赶到了事故现场 触目惊心的惨状让他们十分难过 罗素先生捐赠出一张价值不菲的支票 感谢红氏字会的帮助 随后又安排媒体跟随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让事件的导向趋于正向 事故后的处理都非常妥当 然而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 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轴承断裂 而根本原因是由于偷工减料造成的 负责的下属却在此时指控 还有书面的证据 罗素先生即将被警方起诉 如果罪名做事他将会有牢狱之灾 为了自证清白 罗素赶紧召集律师团队帮他寻找证据 然而在罗素先生深陷淋雨的紧张时刻 罗素夫人却一心忙于舞会的举办 还想要丈夫参加为自己撑面子 爆发户太太暗中参观贵族夫人的豪宅 结果却意外撞上主人回来 罗素夫人只好狼狈地从后门逃走 在侍从的带领下 来到鸡毛暖天飞的后院 仆人们一样的眼光 让他永远忘不了这天的羞辱 而就在罗素夫人努力削尖脑袋 想要挤进上流社会时 她的丈夫却因为上次火车站的事故 深陷淋雨即将遭受牢狱之灾 然而此时邻居玛丽安捡到的一个钱包 意外解了罗素先生的燃眉之急 原来事故部门的主管与罗素先生的财务 是一对隐婚夫妇 两人联合挪用了公司的钱 才导致修建铁路时偷工减料 事后又将责任嫁祸给罗素先生 在法庭上律师一番巧妙地盘问 成功让财务露出了破绽 罗素先生也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成功化解危机的罗素先生 立马给妻子报了平安 但此时的罗素夫人依然忙着在海边度假 恭维讨好沃德先生 与贵族太太们公仇交错 即使她还并未得到认可 贵族小姐的恋爱脑简直没救了 不顾家人的反对 她竟选择与心上人私奔秘密结婚 殊不知对方 只是想要借着她往上爬的凤凰男 在瑞克斯的疯狂追求和甜蜜攻势下 玛丽安对她也产生了情感 但她知道姑妈绝对不会同意 然而此时时刻 玛丽安心里想的还是一旦私奔 瑞克斯的名誉会受损 而自己也将成为她的枷锁和负担 玛丽安被甜言蜜语冲昏了头脑 回去便开始计划私奔事宜 她找到曾经也因为男女之事 名誉禁毁的前柏林夫人 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玛丽安计划私奔当天在前柏林府上碰面 她先想办法把行李运过来 然后再由前柏林夫人派马车送他们去车站 但作为过来的人的前柏林夫人 还是给玛丽安提了醒 然而默默准备一切的玛丽安 还是被细心的二姑发向了端倪 由于二姑体贴人意 玛丽安也不忍心继续欺骗 坦白地自己准备与瑞克斯私奔的事 二姑希望她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做出终身后悔的决定 如果他们真的想结婚 就应该堂堂正正地说出来 再想办法去说服固执的大姑 但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玛丽安却听不尽全 不想让玛丽安与大姑撕破脸 二姑决定暂时帮她隐瞒此事 玛丽安也十分清楚 一旦私奔姑姑定会与她断绝关系 但她的决定最终还是没有改变 这天玛丽安盛装打扮出门 二姑似乎意识到这将是他们的告别时刻 出发去约定地点碰面前 玛丽安先找到对面邻居拉瑞 让她将这封信 在今晚七点后转交给她的姑姑 因为如果顺利的话 那时她已经和瑞克斯离开纽约了 接着玛丽安便来到钱柏林夫人的府上 为了感谢对方的帮助 玛丽安献上了亲手准备的礼物 作为朋友的佩基 也来为玛丽安送行 因为这一别不知要何时才能再相见了 激动的玛丽安此刻还在憧憬她们的未来 此时芬恩夫人已经到访家中 准备向她揭穿瑞克斯的真实面目 原来昨天瑞克斯刚刚与玛丽安分开 转头就与一个富家女去听音乐会 而两人轻易地举止 正好被隔壁包厢的芬恩夫人目睹 作为朋友的她不想看到玛丽安被渣男欺骗 而二姑听到这一切后 立马让她赶去钱柏林夫人家告诉玛丽安 而这边的玛丽安也因为瑞克斯的迟到 还并未离开 可她却并不相信芬恩夫人对瑞克斯的指控 直到这一刻 玛丽安还在努力为瑞克斯开拓 但她没来就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玛丽安决定去瑞克斯的办公室看看 结果对方真的纹丝不动地坐在办公室里 到了这一刻玛丽安才终于清醒 直到此刻 瑞克斯还坚称自己对玛丽安是真心的 只是她无法放弃纽约的一切 这里的人际关系 发展机遇以及优渥的生活 况且眼前还有一张即将到手的长期饭条 她更是无法说服自己 选择玛丽安去过没钱的日子 瑞克斯将不要脸发挥的淋漓尽致 玛丽安也被彻底伤透了心 现在的她只想阻止拉瑞帮自己给爱格姑姑送信 如果姑姑看到信 那么一切将彻底无法挽回 当她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中时 拉瑞已经来到了姑姑们的面前 好在她还并未来得及将信送出 玛丽安立刻将信拦下带着拉瑞离开 二姑似乎明白了一切欣慰的笑容 而大姑则在一旁云里雾里 不论结果如何 玛丽安也算是欠了拉瑞一个人情 于是拉瑞便让玛丽安今晚用一支舞来偿还 而罗素夫人精心准备的盛大舞会 也就在今晚 新贵和老前之间的战争即将打响 究竟谁才会是最后的赢家 新贵罗素夫人为女儿举办了一场舞会 想以女孩们的芳舞表演为用 邀请作为家长的阿斯特夫人出席舞会 然而当罗素夫人亲自上门送上请帖时 却吃了对方的闭门羹 管家前脚告诉她阿斯特夫人不在家 后脚就将别的访客迎进门 明摆着还是看不起身为爆发户的罗素夫人 而罗素夫人这次也选择正面对抗 决定不让阿斯特夫人的女儿参加这次舞会 为此阿斯特小姐也十分遗憾 因为她们为了这场舞会已经排练了很久 仅仅是因为母亲的态度 就让她失去了参加的资格 所有的付出全都白费 阿斯特小姐也不理解母亲的所作所为 甚至开始绝食向母亲抗议 心疼女儿的阿斯特夫人立马上门心事问罪 罗素夫人虽然十分紧张 但她还是强装淡定接见了对方 并且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 表示只要阿斯特夫人能到舞会现场 那么她的女儿就能够继续参加表演 但阿斯特夫人也不肯让步 因为如果她答应参加舞会 也就意味着老钱要向新贵低头 双方僵持不下 这场会面也最终不欢而散 而阿斯特夫人刚回到家 早就被罗素夫人收买的沃德先生 也来帮忙游说 她表示不能将所有的信赖者都排斥在外 否则如果他们自成一排 反倒会是他们会被踢出淘汰 阿斯特夫人渐渐被说服 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太伤心 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老朋友艾格姑妈 由此看来 上流社会的风向将要有巨大的转变 夜幕降临 罗素夫人穿着巴黎款定制礼服惊艳亮相 而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全市的贵族夫妇们纷纷抵达现场 玛丽安也与两位姑姑盛装打扮 终于一同到访对面邻居的豪宅 宾客们已经多到挤满了大厅 但罗素夫人作为女主人 还迟迟没有下达舞会正式开始的通知 随着阿斯特夫人与小姐的道场 也代表着作为新贵的罗素一家 得到了老派贵族的认可 两个时代的贵族在今晚暂时和解 舞会也在年轻一代的舞蹈表演里走向高潮 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唯独只有一人失落 那便是刚刚被渣男抛弃的玛丽安 而且对方竟还带着新欢来参加舞会 玛丽安难过地躲到角落 好在拉瑞注意到了她的失落 邀请她共无想让她暂时扫除心中阴霾 就这样 一场尽兴的舞会一直跳到了天亮 拉瑞也贴心地送玛丽安回家 新的一天到来 也期待着开启全新的篇章